聪明女人必定懂得,上山若水才是真正厉害的角色,才是女人的最高境界。 祸不妄志,福不徒来,更多国学知识就在国学子弟般欢迎订阅。 《道德经》第八章说道,上山若水,水善力万物而不争。 老子说,上山若水的真正含义是,你高我便退去,绝不淹没你的优点。 你低我便涌来,绝不暴露你的缺陷。 你动我便随行,绝不披下你的孤单。 你静我便长手,绝不打扰你的安宁。 你热我便沸腾,绝不妨碍你的热情。 你冷,我便凝固,绝不漠视你的寒冷。 做人也是一样,生活没有一帆风顺的,遇到不开心的人,不开心的事, 我们也要以冷静,包容的心态去看待,适应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生存, 坚韧不拔,切而不舍,而聪明的女人一也应当如此, 像水那样与万物无争,所以才会没有烦恼。 上山若水,是水的德行。 谁有几个特点,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? 他遇到障碍物,一定就转过去了,不会硬碰硬在那不断地碰撞, 比如有块大石头他就绕着就走了,讲的是遇事要随缘就方。 外面的事情,自己要懂得变化处理,不要跟人硬对硬地碰,尤其是在家里, 因为清关难断家务事,家不是讲理的地方,你跟他硬碰硬那样地碰, 没有任何事情能碰明白,就是有一万个理由在家里也说不清楚, 他认为他是对的,你认为你是对的,反正两口子还要过日子, 咱就绕开他,哪怕暂时挂起来,也未尝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, 学习水的绕开的这种特性。 一个女人的工作能力再强,社交手腕再硬, 如果她连处理自己爱情和婚姻的能力都不具备, 那也就很难说明他是真正的厉害角色, 充其量只能说他是一个事业型的女强人。 然而,工作终究是为生活提供服务的, 而生活是反过来制约, 亦或是激励着事业向着更高的高度攀升的工作与生活, 是一个人生赢家的一生必不可少的左膀与右臂, 他们各司其职,却又谁也不能缺少。 所以,那个做人柔和,做事刚毅的女人, 那个柔中带刚,能游刃有余地用女人的感性结合男人的理性, 然后相容并济地跟男人在婚姻之中博弈的女人, 才是真正的厉害角色。 其次,强势女人不等于女强人。 我们所说的强势,更多指的是性格上,而不是事业上。 有些女人事业未必做得很大, 但脾气很大,气势很大, 特别喜欢在家里说一不二。 我们把这种在家里喜欢做女王的妻子称之为强势女人, 但强势的女人并不是机智的女人, 性格使然让她们变得自以为是遗止气势, 指手画脚,吹毛求疵, 可这样的做法却只会是得其反, 男人需要的女人是主内,能够在她身心俱疲的时候给她一杯热水, 说一句辛苦了。 在她工作失忆的时候,给她一个肯定的眼神, 一个温暖的拥抱的女人。 聪明的女人从来不是强势的人, 她们懂得察言观色, 她们懂得家人最需要的是什么, 而不是一味地以自我为中心地抢占她们的思想来主导自己的地位。 每个聪明的女人都会深刻明白, 强势无法让人获得力量, 强势会让爱人离开你越来越远, 女人越强势, 越不幸福也说明如此, 一个女人的强势往往只是说明了内心的不安, 更说明了内在的不自在, 只有懂得安定下来, 我们才能吸引别人靠近。 第二个特性是什么,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 看她可以滋润和田, 可以浇灌万物, 可以给行人止渴, 但是她不跟任何人争利益, 做女人的也是一样, 你只要一争, 一定就乱了, 家里女人就像心脏一样, 心脏跟其他的部位要是争一争, 全身的知觉马上就麻痹掉了, 她没有什么可争的, 她就是不断地往外奉献, 不断地输送血液, 不断地往外攻击, 我也常常想, 女人一定要做舌头, 不要做牙齿, 牙齿是很硬, 到老了都先掉, 舌头到老了, 牙齿都掉光了, 她还留着。 所谓柔能克刚, 就是这个道理, 我原先也特别好讲理, 跟先生和婆婆讲理, 讲来讲去也讲不明白, 后来明白, 原来家不是讲理的地方, 于是就不讲了, 不讲我觉得也挺好, 他们怎么说就说吧, 即便说的不可理喻, 我就是不吱声, 烦恼也就慢慢没有了。 为什么说水的特性, 接近于道? 因为她做到了居善地, 心善渊, 与善人, 言善信, 正善智, 是善能, 动善使, 大家记住, 这七条就是规律, 懂得选择合适的位置, 心胸要像深渊一样宽广, 与人相处, 要推挤及人, 说话要言而有限, 管理要懂得从本质上治理的方法, 做事在于提高自身的能力和能量值, 行动要选择合适的时机, 当你做好这七条, 你自然不会有忧患。 虽然这一章说福为不争, 看似在告诉人不争, 其实, 老子只是告诉大家, 要像大自然的水一样, 顺应规律做事, 至于主观上的争与不争, 这种想法都是多余的, 按照规律做好自己的事, 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, 但是, 人性中就是有攀比, 比较的特性, 这种心态, 很难做到上面的七条。 怎么办? 上山若水,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 处众人之所物, 顾及于道。 就像在说, 想啥呢, 争啥呢, 躁动啥呢? 要善利万物, 要处众人之所厌, 我们不但要生而不有, 为而不适, 长而不载地成就别人, 还去大家都不愿意去的地方。 当你把自己放得很低了, 这时候, 自己内心的那种胜负欲, 那种争夺欲, 那种害怕失去而产生的畏惧感, 统统消失了。 这时候, 你的心就会清静了, 大脑也恢复冷静了。 那么, 这时候你再去看看那几条规律, 居善地, 心善渊, 与善人, 言善信, 正善智, 是善能, 动善事。 是不是觉得更有心力去做了? 所以, 上山若水,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 处众人之所物, 顾及于道, 这句话是极是规律, 又是心法。 在不懂的人心里, 上山若水的女人, 就是特别善良而已, 其实真不是, 上山若水的女人, 可不是单纯的性情有多柔和, 而是在遇到焦石的时候, 懂得借是拐个弯, 绕过去, 而不是迎着焦石冲上去。 她们外表优雅, 说话软, 做事硬, 既有女性的柔美, 又有男人的干练, 这样的女人, 同性羡慕, 异性欣赏。 她们不会看不起, 不如自己的人, 也不屑于去攀高, 而是为了自己喜欢的生活而活, 淡定而从容。 上山若水的女人, 才是那个最厉害的角色, 跟这样的女性相处, 会让人有很舒服的感觉, 语言甜美, 不阿谀奉承, 也不讥讽谁。 风和日历时, 与爱人共享人生美好, 疾风暴雨面前, 与爱人一起出谋划策, 共度难关, 一起见证风雨后的美丽彩虹。 能刚能柔, 不失自我。 水师最温柔, 也是最刚强的, 看似柔弱的水滴, 可以经久而穿石, 绵绵流水, 亦时也可激起惊涛骇浪, 横扫万物, 他的低调谦逊, 并不代表他的懦弱无能。 他只是以其厚德成就万物, 但若万物逆天而行, 违背天道, 他也会波声而起, 伸张正义, 替天行道, 显示其浩瀚雄姿, 威鹅气度。 人人都喜欢顺风顺水, 厌恶坎坷与磨难, 当事物没有按照我们预期的方向发展时, 我们会牢骚连连, 抱怨老天对我们太不公平, 但水却不一样, 水对环境从来没有挑剔, 它流亡阴沟, 庆喜污秽, 灌溉良田, 无论我们怎样食用水, 水都没有任何怨言, 然而我们却发现, 随着时光推移, 锋利的鹅卵石, 被水莫得失去了棱角, 河道被水冲刷, 在生活中也是如此, 人的心态与外部环境互相影响, 不好的心态会带来不好的运气,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, 身边那些经常一点小事, 就抱怨个没完的人, 他们的运气往往都不怎么样, 人是一个能量厂, 无时无刻都在与外界环境, 发生能量的交换, 怨天尤人, 身体散发出的就是负能量, 吸引来的自然也是负面的事物, 而且, 度过逆境往往需要贵人扶持, 如果我们终日笼罩在仇云惨物之中, 别人都会对我们敬而远之, 自然也难得到贵人帮助, 所以, 我们应该像水一样, 保持中正平和的心态, 坦然面对逆境, 老子云, 反者道之洞, 逆境不会一直持续下去, 而我们的心态, 会在脾气泰来的转化中,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, 真正聪明的女人如水一样, 水, 无形无色, 随时变化, 你热它化成气体的云, 水能上能下, 上化为云雾, 下化作雨露, 会涓涓细流距成江河, 从高处往低处流, 高至云端, 滴入大海, 这是人生的第一境界, 柔韧谦逊, 能屈能伸, 聪明的女人应该像水的品质一般, 活在当下, 随遇而安水, 避高屈下, 因势力道, 无孔不入, 抵达万方, 在细小的缝隙也能渗入, 不弃小流, 不弃污水, 海纳百川, 它有小戏的欢快, 它有滴水穿石的坚韧, 它有胸涛拍暗的气势, 又平静如水, 深不可测, 人心如水, 人之所以能力悬殊, 善恶不同, 生死之欲, 皆因各自的境界不等罢了, 但欲望越多, 失去得越多, 得到的烦恼也便会越多, 聪明的女人, 懂得给生活做减法, 心胸开阔, 包容接纳, 如水的女人才能深入人心, 更能悄然征服男人的内心。